有人说他家烟台母菜天花板 我信了 最起码半年 没吃了就这么有特色有特点 而且让人吃的很惊喜的饭店了 山东烟台万圣河947 撒人 有啥推荐呢 推荐的菜很鲜 这么一点特别贵的菜 就点的主食比较贵 海肠浪饭 390吧 这不得不出对他家这卖下 端竹的就比咱之前吃过的都小 你就看这海肠的大小这么嫩 你得看韭菜叶 这颜色脆嫩 炒得 爆的够厉害 390吧 这有多少海肠呢 还行吧 他家不一样 他家这海肠饭里加东西了 我在别家没见过这个东西 这个丁一 别家就是韭菜和海肠 他家里有不一样的东西 肉丁 半一半 他家也是炒饭 海肠没烧给 之前我说吃海肠烙饭 海肠都是鲜嫩脆滑 他家里也是 所有的特点就更为突出 更鲜 更脆 更嫩 更滑 味道 其实都差不多 就他家这就是口感 脆嫩滑 他家弹太好了 咱们吃第三回第四回了吧 就近期连着吃了五次 他们家这确实最好 老黄蟹炸肉88 闻着五香粉的味道 这个和青岛那个炸猪排 有几分像 外边五香粉的味道 挂着一个户焦焦的 小小的焦 里边的肉非常嫩 含 好吃啊 外脚里嫩 一丁点那个不好的肉的 什么什么味道都没有 很香 九蛋炸盘 168 焦冬版和济南版的区别 就是济南版做这菜 多数用肠头 这边不是 甜 辣 微酸 微苦 咸的底口 不过不说 这五个味道 我真的都吃不来了 这不是全口就在大肠头 可能做法不一样 可能我们那边吃 我叔叔他做 就是哪是套的 里层外层这么套的 然后在济南都是屎大肠头 这边不一样 这边就直接屎肠炖的 大肠口很软烂 有弹性 真的很好 这你就想吧 那谁也参加吗 人比人比死 大春酒68 本来这里有酒的都要顿出去了 什么东西叫肉丝 肉丝 木耳 虾肉吧 我们吃有虾的味儿 我说是虾的味儿 海米 外皮酥脆 肉丝很嫩 它里面的馅是炒过了 带着馅子 海米很香 嫩滑 然后再配合那个肉丝和海米的香味 这春酒真的好吃 门天这淀粉的吃春酒 你赶多了 你知道吗 根本就不是你们吃过的春酒 有人说他家烟盘 菜天花板 我吃了 吃了 待会那个荔枝肉上来 荔枝肉要好吃 我就再点葱上海参 葱上海参 葱上海参好吃 我就给它进去放丁流里 一分多肉 78 真好看 你说的是糖醋里面 说的是古老肉 还是说福建荔枝肉 都很香 说白了就是肉丁 外边挂着很酥的会 炸的圆圆的 糖醋烤的一个汁 真好看这菜炒 我也好看 外边壳很酥 里边肉很嫩 它还不硬 你看到吗 有的时候那个 像糖醋里面 或者是古老肉 稍微狠一点 外壳硬 这还不硬 海参 我想加个菜 加个葱上海参 半年多了 能让吃这么兴奋 这才真好 这真的就是千几个菜好吃 然后我就想 插上这葱上海参 葱上海参 一百零大 一百零大 不贵 这个汁能挂着 再看里面是那个状态 它烧我 昨天晚上吃那个就没烧我 有人说海参肠子要掏了 有人说海参肠子 影响价值很高 这么贵的东西 我觉得它也不影响吃 海参缺微的有一点硬 但是我只点了一个 这菜人真没法闹 烧的味道很好 怎么说海参的口感 黏糯 它有小小的脆 烧的味道很好 葱香味也够 但是不是不是 这个葱上海参比 本来那谁参加 还差了一点点 这汁一半饭 好吃 这顿是947 三个人吃 人均300多 还要跟你说一下 我没肯点过的菜 海参在那边没怎么敢点 我这点了几个传统卤菜 葱特不说 这几个传统卤菜做的相当好 半年多了 就少有人吃了这么惊艳的一个饭店 菜都好吃了 餐厅环境什么什么都很好 有点小小的商务 你们来千万要搂住我